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案子其實長載問題是很簡單的 就是電梯突然故障 寫在那裡頭話內裡大人張擋 作為Leader 其實你們最重要的就是 保障現場保險安全 又盡快報警 我見到有些人好像已經報警 所以你要明白 你報了警 救護車必然會出車來找你們的 如果病人是有不平危險的傷的話 你要遲報警 病人就幫不理不住了 所以幫你們做這件事 想起這件事是甚麼 盡快報警 另外 我想說每個Deader 每個Deader 你們有責任 俗識你們的保障 我見到不止一對 那些Deader是自己 包一個頭都不適合 我都不要妨礙說 那次有些執暴的事 我自己看過Facons是這樣的 所以說Facons 有些女的保障 包頭子都未能製造到的 接過這件事來救你的 那我這件事救得你 如果人家出比賽的 回去自己看上去 包閘是怎樣做 還有你們包閘 如果你們真是給點力去 包閘是要支援的 真是要包到處長做為止 包得很空敲敲的話 老實說你們包完就是給救護員 那我就是幫你插開 因為你阻礙那個會員去檢查病 如果包得很空的話 試不到要不停止去阻礙人 每次包完之後 希望你們解決時間 檢查一下 是不是真的使努力 足夠固定商資 你呢 做了每一個 相聖集團 應該要做更好的 另一個問題 有超過一隊 那些相聖集團 是直接 由後部 你百分鐘都沒有聽過 呼吸密博的 你們有看見 都知道 我們是負責你們的 但人們沒有呼吸密博 麻煩你不要再做全身檢查 不要再負入博班 但剛才我看到 還有兩隊 是可以完全沒有聽過 呼吸密博的 大家知道嗎 一塊圓 為什麼要做一塊圓 第一個要做的就是 保存生命 之後才會拿去公園 公園 最簡單 是 公開目光都沒有看到 你們都做了一塊圓 最基本的檢查 我們其他樓 還有其他東西 會幫我們講 其他方面的料理 可以嗎 可以嗎 那 我剛才最主要就是看 Merceder的 Leader的角色 那 其實 剛才 除了Manam所說 打電話報警 很遲之外 那其實 什麼叫做什麼 不遲呢 根據我 記錄你們 打電話報警的時間 最早那一隊 都是差不多四分幾 五分鐘 才會打電話的 如果讓我決定去打電話 通常我會兩分鐘至三分鐘內 我希望可以打電話 因為如果你在現場搞這麼久 而事故都有三四個傷者 其實需要你找電話 找電話去打電話 如果你想打電話變得有意思的話 麻煩你的Leader 亦都給清晰一個很清晰的指令給你 要怎樣約 向你回報 讓打電話的時候 可以將這一堆資料 有效地告訴我的同事 才可以派到一輛 合乎現場需要的救護車 甚至是消防的同事過來 再行一個鮮片急救的工作 所以 你們的打電話 應該是及了 和提供足夠的資料 大部份隊裏 除了一隊打不到電話之外 其他都打到 但是打到電話 不代表打得好 誰叫打得好 除了剛才所說的資料之外 麻煩你也提供清楚的地址 剛才的意外現場地址 有部份人有問到 有很多都沒有問到 問完之後 你有沒有很清楚 告訴你 你要接線新的那個人 究竟那個是甚麼位置 時在廣場的二樓 二樓有很多條樓梯 在哪一條扶手電梯呢 如果我這麼巧不幸 接種你的call 去到那個case 那我就有很久找了 如果你又不知道那裡是哪裏 為何你不問保安員哥哥呢 保安員哥哥應該是最熟悉的位置 你為何不問清楚那是甚麼電動樓梯 甚至叫保安員哥哥 去一個適當的位置 讓那個救護車 帶回我們的徒事 上那個是堅長的 除此之外 好了 你報到胡三又胡四不要緊 你留下一個電話給別人 別人要找你 那時候也找到 除了一隊有問過 聯絡電話是甚麼之外 完全沒有 那個聯絡電話問完都是 沒做到的 都是 知道 好 有一隊很有趣的 現場他沒有去找電話 突然間就是 咦 這個時代的尖端 其實這個都可以做電話 麻煩你真的找個電話出來 OK 那除此之外 急救員那個 說回Leader先 除了報警之外 還有甚麼呢 很多時候你們沒有辦法控制到現場 以及沒有辦法在短時間裏 清楚了現場所有人的角色 那如果你慢地針對住在一個八歲的小朋友裏 為甚麼 進來有一個很 醒神 很 大聲和你招呼你那個 為甚麼你不問他他是甚麼人呢 為甚麼你不叫他幫你呢 做得一個保安員的 至少都高過18歲 那你找了18歲好的 就找一個8歲好 和你去拿資料呢 8歲的小朋友 雖然是精靈 但是 是不是真的所有事都很清楚告訴你呢 好了 還有意外現場的安全 一進去意外現場 有一個第一進去 意外環境 意外現場環境安全 你先看過一些東西 那邊一堆玻璃 這裏有一個箱 那個扶手電梯 你先看過 沒有 你就是絕絕 這樣就完成了 好了 不要緊 絕絕完之後 那你這個玻璃怎樣清理呢 有一個就是用腳踢 腳法好 不要緊 但是你的鞋 是否真的可以保護到你呢 第二 戴上手套 用三腳跟去掃 是否一個好的處理方法呢 你掃得有沒有技巧呢 如果你真的唯一一個東西 是用三腳跟去掃的 我都不反對 但是你掃完之後 一二三拿回來 那你的手套 是防力氣的手套 你那塊三個斤 是否真的可以防到力氣呢 又是整間有一個問號的 那之後 這個八歲的小朋友 對於你來說 應該相信這個領導 大家覺得是很滋擾性的 對不對 剛才大眼鏡 這個一個 接著 這個 是不是很滋擾性 不知道怎樣控制一下 一個八歲的小朋友 你想想 你那時候八歲 你都希望跟爸爸 你跟不到爸爸的 你一不就叫保安員哥哥 幫你招呼著他 一不就叫他坐在爸爸旁邊 這個是一個唯一可以做到的方法 令到你可以有空去做事 好 如果你是層次完成了剛才那一集 其實你應該很 擔心 擔心一下 注重一下 你那個 每一個隊員 究竟 他要花多少時間 才可以做完 最初步的身體檢查 接著 最初的身體檢查 他需要注意些什麼 你們每個都知道 什麼傷勢的 大部分 譬如剛才那個 有一個 休克那個 應該要注意些什麼 盤歸骨折 動不動得 那個頭部受傷 究竟動不動得 有些什麼 會影響到生命 你們知道要拿生命了證 但是生命了證 拿完之後 知不知道病人有什麼危險性 這些你們是需要去 進一步去看事 這些隊員去做的事 否則你只會長期 那個階段 在一個包包紮紮上 還有 一波瘋的人 湧入去意外現場 不會令到 你更加快 去處理到 意外事故 只會令到 意外事故更加混亂 你應該就是 逐個逐個 很清楚 給他們聽 誰 去哪一位 商者 而他需要做些什麼 加帶他 你需要說些什麼 給他們 這些才是一個 我暫時想到 如果你們有機會拿到一張分子 而見到是我評分 你不明白我寫什麼 隨時歡迎 打電話給我 你對分數有什麼質疑 為何我敢評分 你也打電話給我 OK 謝謝 謝謝 我又想要報告 你們是有個 咒嚴就是現場 應該是存 不然是存 不是存 現在咒嚴就是 第五 六 你以後才會 其實你是沒有 提醒了我的病人 沒有問即答的問題 他問不就知道 這是哪裡 我真的看到有病 可以放了 誰知道 第五 六 但你問的 沒有問的 我以後要把手 用作文和你動 這是咒嚴 但是我們今天是用咒語來的 如果你們做的 就是你們在安全之前 你們真的做清楚的所有事情 去判斷他們的安全 反正我們不說這句 那張社會會很怪的 聽到你說這句 然後其實你甚麼都沒做過 你問的問題 你問過你就在說這些 所謂的判斷是很怪的 其他人都說真的 喜歡些些我 今天大家